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台海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接下来我们联系一下东南卫视记者关磊 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的相关情况 关磊你好 好的主持人 在今天的发布会一开始 发言人朱凤莲在回答现场记者提问时 介绍了大陆方面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的相关情况 以及举办相关纪念活动的意义 朱凤莲表示台湾光复的历史无可辩驳的证明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两岸同胞是休息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这些纪念活动的举办 对于两岸同胞共同牢记历史 见网之来 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 共担民族大义 共处祖国统一 共援民族复兴伟大梦想 具有重要意义 台湾光复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前仆后继 浴血奋战 诸久的伟大成就 台湾光复的历史 无可辩驳的证明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两岸同胞是休息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而对于美国近期频频对台军售 台湾协洋自重 发言人朱凤莲也再次做了回应 美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违背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 规定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我们坚决反对 大家也看到了前天昨天 外交部和我们办有关的表态 民进党当局公然对大陆进行赤裸裸的 军事威胁和挑衅 不自量力 企图勾连外部势力以武谋独 加剧台海紧张 只会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 有记者提问台湾一些持特定立场的媒体 近日持续炒作所谓大陆通过岛内协力者 散布假消息来打造所谓的亲中统治联盟 对台湾进行渗透分化 对此朱凤莲驳斥 这些说法完全是胡编乱造 别有用心 这些说法完全是胡编乱造 别有用心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目前确实还有很多台湾同胞 对大陆缺乏了解和认识 人之相交贵在交心 我们积极推动各领域的交流 就是希望两岸同胞能够交流互建 对话包容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 冠以各种方式抹黑诋毁大陆 不择手段的阻挠 限制两岸民间交流 大肆打压从事两岸交流的人士和客观报道 大陆的媒体企图愚弄岛内民众 剥夺他们知的权利 这种倒写逆施是不可能得逞的 据报道 10月23号有20多艘大陆渔船因遭遇7到10级的大风 希望进入澎湖附近岛屿避风 却被台海巡单位强行驱离 对此发言人朱凤莲也做了评论 多年以来呢 大陆方面在沿海多处设立了台湾渔民接待站 接待点 为台湾渔船渔民避风不济抢险等提供救助 相比之下呢 台湾有关方面野蛮的驱离避风大陆渔船的不人道做法 十分令人愤慨 好的主持人 以上就是我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好的谢谢关磊